測量在做什麼? 測量就是政府交辦一些政策性的工作 讓民眾把他土地的戒指確認出來 測量大概八成是在解決人的問題 民眾的一些糾紛 你有因為這是性別 然後在執行業務的時候受到措折嗎? 一些人會有一些刻板印象 會覺得說女生好像不適合做這個 甚至常常出去他們都不覺得我是測量科 我是在旁邊可能協助的 曾經我做過案件 對於我的成果就是不是很滿意 那當然就是他就是申請要再來重新見解 申請的時候他就特別注記說他不要女性測量院 他就是要求就是我們能夠排男生到現場去 我叫吳淑遠 那我目前是草原市政府地政局測量科的科長 這幾年來就是不管是男性測量員還是女性測量員 大家的學歷都有一定的程度以上 基本上大學以上的比例其實佔比蠻大的 那甚至也蠻多都是說是畢業的 所以我想專業上來講 不管男生或是女生 其實都有一定的測量的專業 這部分倒是沒有什麼太大的不同 基本上出門就是一個team去完成一個就是我們的工作 在工作上其實沒有什麼分別 就是大家都把事情做好這樣子而已 以我合作過來說其實沒什麼差別 會出門的就是他已經知道現在就是要外夜 就是要曬太陽就是要搬東西就是要走很遠的路 所以其實上在大家在工作上是沒什麼差別 我認為女性測量員在業界是一個不可顧視的力量 我曾經辦理許多的案件 其中有不少是女性測量員負責或者是參與 她們的表現都非常的出色 女生從事測量很正常 有時候女性在溝通上會多了一份柔性 有時候我們男生沒辦法去學到的部分 沒辦法去取代 有時候會遇到一些民眾是可能不了解 會質疑你的專業 但其實同樣的也有些時候其實會遇到 民眾其實不懂 但是我們透過我們的專業就是幫他們釐清 然後他們會覺得很感謝你 專業的能力跟技術是不會因為性別而有所區別的 謝謝大家 序教會 還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們大家yn倆 介紹我們的探索 謝謝大家